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韩国论坛FM科里尔上 韩国网民纷纷表达不满 有人愤怒指出 韩国近几年给过乌克兰不少援助 乌方此举等于打脸韩国 更有网友炮轰乌克兰参拜法西斯 是在东亚二战受害国民众伤口上散言 眼见反对声浪汹涌 乌克兰驻日大使馆四日紧急删帖 但仍无法阻止舆论燃烧 五日仍有大量网民发帖留言 希望乌克兰官方为参拜禁国神社行为道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一伟 指出乌克兰为了军国主义 不惜否定二战的结果 对承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伤害 将失掉民心 但作为美国盟友 韩国尹西越政府不可能违反美国旨意 会用一些方法绕开民意 继续为乌提供援助 要是人类正义战争的邪恶 你现在站在中国神社所谓的邪恶这一面 这是什么意思吗 那不是对整个韩国、中国和受日本侵略 这些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最大的伤害 因为乌克兰还不是想对中国的支持 这样一弄的话 就更比较让他失掉了民心 大量的援助了 我刚才想到很多弹药在他们生产 所有的朋友都在为美国 援助乌克兰在提供各种支持 像以西越政府清美、清日的政策 在韩国国内是因为很大的反弹的 那肯定上到很多国内第一的反对吧 他可能违反美国的支持 这是韩国的策略设施